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它会表现第一秒用力最后量是下降的 第一秒用力最后量和用力最后量的体质是下降的 这个跟曼际肺的想象 但是它就不同在什么地方呢 它的下降是一过性或者波动很大 经过治疗或者是不经过治疗它自然力 它有时候又会有症状 它是一种沉溺性的下降 这是一个 那么对于哮喘肺功能检查中特别有用力 有这三个实验 第一个实验叫气道激发实验 气道激发实验 气道激发实验底 做法或者关键是什么 就是这个人到了实验室以后 你首先给他测一个呼气 用力呼气 测一个第一秒 用力呼气 测完了第一秒用力呼气 以后就用一个东西去刺激它 这个比如我们用的是组织 或者是以夹的脸 我们这个实验室用力来是以夹的脸 这个东西对气道是有刺激作用的 不管是正常气道 还是效应的气道 它是不足以在这地方 如果你是一个效应的犯人 很小的剂量 就小于12.8%的肥股 这个剂量 就可以引起明显的气道收缩 这个明显的气道收缩 表现什么呢 就是你的第一秒动力肺活量 减少它的幅度超过20% 像这种就为阳气 那么真正点性的小传 比如说12.8% 零点几 零点几 它就传下来 它的肺功能就明显下来 而正常人呢 一个它用到了12.8% 它肺功能可能下降一点 但是不下降 这个就叫激发症 刚才跟大学说的 有些同时比较温和 你随便批评它 批评到了12.8% 它还是不生气 有些同时就比较脾气暴 你还没有批评到12.8% 批评到一点几 零点几 它就生气 所以它就倒露 还是非常生气 表达的同时 PB20 就是导致FBGD下降20% 所需要的剂量 所需要的以其加拿来的剂量 小于12.8% 这个是严格按科学化书 最重要的化书 最重要的化书 这个就叫气道激发实验 阳性 气道激发实验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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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诊断非典型哮喘病 是诊断非典型哮喘病 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但是大家在判断这个指标的时候 对它一些基本的规定的指标 这个实验是什么呢 这个实验是它的诊断的怎么说法呢 就是如果是一个哮喘病的 如果它阴性的 基本上可以排除这个 哮喘有没有气道激发实验阳性 就是说它虽然是一个哮喘 但是你随便怎么批评它 它又生气的 有没有这种人呢 有 不能说没有 气喘 而反过来 这个人如果气道激发实验阳性 是不是一定是哮喘 不一定是 也就是说那种一挨批评就跳起来给人 除了是哮喘之外 还可以气道好 不一定是哮喘 那么这个实验呢 也就是最近二三十年老起来的 刚刚开始 我们对这种理由里面太重视 一看到激发性阳性 就笑着就来 现在我觉得不是假的 看到激发性阴性 基本上 可以说真的不是笑着 看到激发性阳性 就来分析去 相关的原因非常多 比如急性会需要感染 特别是女同志 它一次病毒感染以后 可以咳嗽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一个月 两个月 还有咳嗽三个月 叫做感染后 以一过性的气道 感染性生高 不是笑 为什么呢 它三个月过了 以后来讲 笑脏是终生疾病毒 它是不太好的 那么还有其他理学性 也可以用其他气道 所以这个气道激发实验 大家知道 它的意思 是用一点气道的东西 一个气道的反应性 气道反应性增高 它可以提示哮声 但是也可以有别的原因 气道反应性将低 基本上 可以排除哮声 不说满百反应 反应九十九的吧 这是一个试验 第二个实验呢 叫《统统的代理性》 叫支气管输张实验 支气管输张实验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哮喘的定流有条 它有气流的受限 而哮喘气流的受限 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这个受限有可理性 它可以 release with treatment or spontaneous 它可以在治疗下或者自发的 这个就是校长不同一半的 所以它是一个reversible airway 它是可逆性的气道阻塞 那么这种可逆性的气道阻塞 病人刚刚来了 你怎么知道呢 这个一层有气道阻塞 给它用一点 吃几本树张机 看它输不输张 然后它一般判断你阳性标准 是低秒时间会过量 增加15% 同时绝对资金量会比较好 这样就用气道受张实验阳性 但是就有一个来说 是不是凡是这几本书张实验阳性 你都是校长的 也不一定 现在对这些 你凭什么说15% 14.9%是不是 12%是不是 以前有说12% 还有说14% 没有那几个阻塞 所以有一部分边界性的别人 到底是慢几位还是校长的 不一定 假访你做了这几本 实验阳性的别人 但是对一部分别人 或者相当的别人 还是有方式的 比如它这个实验阳性 用了之前 用了之后 增加百分之30% 那肯定更合适 第三个 跟校长病人前些年说的比较多 这些人又不太用力 就是指教 叫做峰值流速的便利率 所以 峰值流速 它一个人 正常人都有变积 你早上测一次 中午测一次 下午测一次 晚上测一次 四次测下来 它的素质是不一样的 那么正常人的最大最小的 之间差别小于20% 如果测到它里 峰值流速率 你变超过20% 其实是小的 所以 关于校长病人 实验室检查 第一个我们介绍 废功能 废功能 点音的变化是气味受限的 另外 废功能主要很多了 中间有三个实验 对校长病人之段有一定的帮助 特别是第一个 当然也有它的局限性 那么这个机器来是我们做废功能的一个实验 大家有机会到我们实验室去看一看 就知道 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其他的机器 那么这个呢 这个地方呢 就是用什么呢 一种定量的 喷射 以及加了点的东西 因为大家知道 你要保证那个实验的前处准确性 重复性 那你这个喷射的机量一定要非常准 而且中间可力的大小 什么分散都要非常好 那么就靠这个机器 病人把嘴盘上 一按一个按钮 一吸气 你就把他吸气弯进 吸进去了 那么好人吸到十二点八 对功能一吹就下降了 病人吸点点 对功能一吹就下降了 这是我们做实验的一个服务器 这是跟大家讲解第一个实验室展 第二个是简单的血气 血气分析 孝场患者习性发作的时候 典型血气变化是什么呢 是氧气下降 动脉血氧分压下降 同时动脉血二氧分压下降 这一说说到病生理机制 孝场患者引起血氧分压下降 最主要的病性是 是阻塞 还是移散障碍 还是通脊血氧分压下降 不是阻塞之外 刚好是阻塞 是什么呢 是通脊血氧分压下降 孝场患者的气道收缩 气流受限 整个肺体分布是均匀 有些气收缩蛮厉害 有些气不准备收缩 而收缩厉害的就是气道怎么来 人反馈性就增加通气 人反馈性就增加通气 所以这几年患者 二氧化妆不但不升高 而是下降 为什么 因为它导致地氧的主要机制是 如果它导致地氧的主要机制是 无论的通气量下降 包括阻塞 或者是 这个呼吸棒的功能不行的 呼吸量下降 那么它在地氧的同时按换来 也是下降 这个是典型的孝场的血气变化 孝场的血气变化 孝场的血气变化有一个特点来讲一下 如果在孝场患者出了积氧之外 大家看到了二氧化妆正常 那表示什么 表示病情在好转 是吧 你这个时候有呼吸性减重 你们应该是学习的比较好 这个时候是有呼吸性减重 那么如果在氧力下降 但是二氧化妆正常 病人的呼吸性减重 是好还是坏的 是好还是坏的 是坏的 所以孝场的正常 如果一旦看到氧化妆正常 其次病性重要 病人呼吸肌肉衰竭 再往后 如果氧化妆上升 这个规律大家知道 孝场病人的血气 多数一般病人是低氧 低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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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氧化妆 或是一性化妆衰竭 如果他出现了低氧 二氧化妆正常 或者是低氧 二氧化妆身高 那只建议什么呢 建议银肉衰竭 第三就是胸片 胸片在孝场没有特征性的表现 跟肺炎都不一样 肺炎照片 非常重要 所以大家许不同的病人 要找一些特点 所有都是症状提侦 实验室检查加特点 但是不同的病人 那就重要 哮喘是重点 胸片在哮喘病人 我们每个都要照 他的目的是在什么呢 他的目的是在排除其他疾病 在见面者 还有排除重点 当然你要说下来 哮喘病人在他发作的时候 就是hyperinflation 它跟AMPC不同 在什么地方呢 AMPC 你到这个哮喘 你到发作过来 再去照 它还是hyperinflation hyperinflation 在发作过来去照 所以胸片 在哮喘病人要照 但是目的 不是靠胸片来承认笑 第四个实验室检查 就是过眠皮膚 过眠皮膚 有几年我们非常容易做 不是刚才讲的吗 有多种多样的环境因素 可以导致效果 有吃点 有风气松点 有养力狗 养力猫 真菌 尘满 这种东西 到底是怎么样 别自己也会知道 我们就是来给你做实验 在你胸膊上 在你胸膊上 在你胸膊上怎么样呢 这个是你的胸膊 这细的就胸膊 咱们再在胸膊上 在这个胸膊上 我就给你这个地方打点橙满 对吧 要是用满过眠 过一会儿你就不招 再打点围巨 再打点什么 makeup 再打点花粉 再打点什么 虾子 鸡蛋 鱼 大家不要看 人家一打 打到它打三十多元 然后就来看哪个细胞 是吧 还有棉权 还有什么维菌等等 看哪个细胞 那么那个东西 起的包 比如这也是维菌 维菌维菌维菌 是不是已经孝酸 就是梅菌维菌 啊 我们原来的梅水中就心想 那么这个人肯定下来 不整梅菌 或者这一招是鸡蛋起包 这能不吃鸡蛋 效能就是罢了 他们发现不行 存在这蛮人的问题 一个问题呢 就是他比如说这是鸡蛋 鸡蛋补包了 蛮人的包 别得补鸡蛋 你就要它补鸡蛋 和脏包 换句话说 就是不准 还有就是什么呢 他每一个都补鸡包 好嘞 哪一个都补鸡蛋 那你是哪一个 你是哪一个 所以这个过敏人实验 这是一种 还有原来还做一种过敏人实验 什么呢 你是怀疑的 比如说是那个 鸡蛋起包 就把那个 不叫起包了 鸡蛋一介绍 就把那个鸡蛋做成一种东西 叫你吸成 我们刚才做的这个激发实验 我们做的这个激发实验 它是非特性的激发性 用力是什么呢 用力是习鸡蛋 用力是习鸡蛋 还有一个特性的激发性 它沉缘 叫你吸 吸了它 你的飞光是下不下降 那个东西也不准 一个不准 一个还有一个危险性 它真的喘得蛮厉害 你还搞不住的 那么现在后来就在做皮试 皮试这样的概念 还是一个实验 还是在做 但是我们就告诉大家 不是蛮处 没有门打给用处 这是第四个 其他的 然后对于校长的重症病人 常常有这个学常规 典型的有时候 西红细胞可以高一点 有些还做个谈培养 有些可以培养到细腻 也特别跟感情有关 那么这些呢 是我们常常要做的 是要去检查 这个看一个片子啊 是这个过度冲击针 过度冲击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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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也是肺炎 肺炎是黑炎 但是它跟那个肺脊 肺脊不同在什么 如果好了以后 肺脊也好 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如果说 它的这个横格 光滑一些 肺脊容易 肺脊容易 就是叠瓦状的症状 当对大家的要求 大家要知道一下 这个哮喘的病人 有时候 照片 发作的时候 可以看到 像讲诊断 哮喘的所有疾病的诊断 都是症状的 真实验试检查 都是致死 全面的收集次代以来 分析肺脊 再去治疗 治疗试验 都是这么一种 但是哮喘的发力特点 哮喘整个特点是 主要点是依靠正教主义 典型哮喘主要依靠正教主义 主要依靠正教主义 正教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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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enda xem 正教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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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肺炎的诊断 正教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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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性 之前 备养着 大家在掌握一下 哮喘的诊断 典型哮喘 不典型哮喘 症状体征都不典型 正常哮喘 靠什么呢 靠根本的讲 这三种诊断 希望大家记得清楚 关于哮喘的诊断 跟着来的就一个问题 就是哮喘的 病情严重程度也平衡 你诊断完了之后 还要去病情严重程度进行一个评论 这个评论分两种 一种是其实病情的评论 大家说上个表 说话可以说一个字里 可以说三个字里 可以说连算一起的时候 那个没有难得上去 为什么呢 因为哮喘最大的特点 就是在病情里迅速的变化 他刚才可以说一个字 现在变成说一句话 最后一个字也都可以说 这个病情严重程度 没有哪个病情严重程度 大家大概看一下 真正效价能用的比较多 就是长期病情严重 对这三个月 对近来一个月 他存在病情严重 关于这个评论 大家就书上有不同的书 有不同的诊法 我把这些都弄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病情严重 就是按照患者的这么几个评论 症状和肺功能来进行平一次性 间歇发作 每周的症状少于一次 每周症状少于一次 每个月月间发作少于两次 肺功能的基本症状 这叫间歇发作 大家实际上都有 肺功能的基本症状少于两次 第二集是轻重的 叫Miles System 他也发作多亿每周一次 但是又不是每天都有 完了这个夜间 每个月发作超过两次 肺功能的一次 三集每天都有症状 每天都有症状 我原来记得 一个星期 每个星期 每个星期都有症状 这个 每个星期没有一次症状 就是间歇 每个星期都有症状 但是还不是每天都有 就是二集 每天都有症状 就是三集 然后还有其他那些症状 完了什么呢 四集就是重语 不经历法 分这四集 分这四集以后 有人就提出来了 假如有这么一个人 就说他有几集 这个人已经在治疗了 用了蛮多的药 他每天还有一次症状 每个星期还有症状 不到每天一次 你说他算几集 算他几集 所以有人在有些书上 就又加了一个表 加了一个这个表 就是在患者的 他可以严重治疗 几个小时再来加急 假如说这个人 他表现是轻度持续第二集 轻度持续就是什么呢 每周都有症状 但是还没到每天都有症状 同时他也是在用这个药的情况下 出现的这些症状 那么这种人 他就把他看成是什么呢 没有用药的第三集 好像是很精细 其实坎一块里说 我跟你们讲我自己从来记得来 我问怎么记 后来发现觉得 也是觉得不合理 就又整个这个表现 这个你们书上还没说 下次再继续就这样 就只分为三个 这个看不清楚 我看到翻译中文 就只分为三个 就只分为三个 叫控制 部分控制 部分控制 我觉得这个还比较合理一些 但是呢 我就不敢保证大家考试 就搞刚才那个什么1234 大家还说T好 关键的就是一级 这个1234更简单一点 可能我丢在这个上 他就有时间来看 好吧 他就指什么呢 他就指 也是看白日症状 活动受限 夜间症状 要控制到肺部门 还是不顾一个东西 那么如果全部控制 这都是正常的 如果说有这个中间一样 那就叫不公控制 如果说有这些三样 那就叫未控制 就不管你是在用掉 还是没用掉 就比如刚才把这两个 合在一起来想 就蛮难在想 前面讲四级 在这个地方怎么来搞 这个是最新的世界权威杂志上 他推荐的 也都是他们整合的 前面也都他们搞的 现在推荐了这个东西 不过我现在就是看你们的状况 包括这本书上也没有 这是下半个人生 那么这个介绍给大家 好吧 大家有兴趣的把这个 把这个 记一下 记一下 笔在里面里输入 这个相对好的 这是对它也就是长期的一个阶段 一个月 比如说这一个月 这两个月 就要明白 这是什么来讲 传统的功能四级 叫做intermediate mild persistent more persistent seal persistent 后来呢 大家就觉得不合适 你还有治疗没治疗 又加了个治疗 治疗之间的调整 现在大家就都蛮麻烦 干脆去分三样 控制 分控制 未控制 急性发作期的评级 我就不说了 没意思 大家看看 好吗 上次第一条 是不是能说一个字 还说一串话 还说一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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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成基本文雅一点 可以说几个字 就是一种 你哪个记得了 不可不记得 关键是人们的病情不景地变化 刚刚还说一串 过来就说三句 往上一串 这个表情 还知道就好 没有人能拍到你 见面整传 我们刚才讲了 眼睛的哮喘 是正发性里 带喘迷你的呼吸功能 听着你的哮喘迷你的呼吸功能 是不是所有的正发性带喘迷你的呼吸功能 听着你的哮喘迷都是哮喘迷 不是 要排除这几个情 好不好 主心衰 刚刚说了心圆性的哮喘迷 心圆迷你的呼吸功能 慢喘之 但是 那是个中心组 有人说两个就是一个病 见面的意义不大 反正治疗是一样的治疗 小孩子的急性是几百年 被发疯 所以您碰到小毛毛的路 呼吸呼吸发疯 不一定是效应 因为小孩的气道本来就行 而稍微的严重 因为一出血又随肿以后 他就下来 就行 不一定是效应 还有一些气道阻塞 他也会行 所以 刚才说了 碰到了 正发心底 带喘迷阴的呼吸困难这种患者 要考虑效应 但是不能只想到效应 还要排除这几个情细 具体几个排除了 大家学多了以后 跟这不同疾病的特点 我们加累起来 就会不断除了 下面就讲治疗 治疗 先简单就评计一下 酵痰治疗的药物 酵痰治疗的药物 第一个 糖皮脂激素 糖皮脂激素 它有特点是 它是最有效的 控制气道脉性炎症的药物 最有效的 然后 它呢 包括吸露 口腹里 静脉性疾病 它会马上控制症状 它不是执行的 受伤计 不能够马上控制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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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起效 吸露 要两个星期才起效 静脉注射 就是 所以它呢 比如说 从效效率 治疗上面 我们有时候 打击用中文的比例 叫做 治标和治本 治疗 收缩 是标 气道半性炎症的是本 当大交互能够起到慢性 后面的本的本又是什么呢 本的平方是什么 现在都知道 正是因为不知道 本的本是什么 所以现在效尚呢 可以控制 而不能根治 你找不到它最后什么 会影响慢性 你只能是针对慢性炎症的治疗 那么这种慢性炎症的治疗 就叫长期病药 而控制症状呢 只需要常常 一发作就用 那么唐奇之激素是长期用的 控制 半性性炎也是最好的 当然它有个问题 反正是解释这个问题 就是说 全身用的 好在近年来 发明一个吸入中药 它就负责了一个问题 贝塔设计性问题 贝塔设计性问题 是一种迅速控制正方的要求 而是因为贝塔设计性问题 不然 有吸入里面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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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对祈祷言证有一个作用呢 一般来讲 短效的 对祈祷言证无效 长效的 如果和吸入里皮肌激素合起来有可能 有人认为它可以增强急速控制气道炎症的功能 茶点 茶点在我们国家用的很多 在欧美是用的比较少 它什么呢 它也是一种控制气道症状的 控制气道炎症的效果 我不是很理解 这个茶点在欧美为什么不用呢 因为各别患者 可以导致致死死性的不同 它就是推快了 推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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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动了 它可以引起变成猝死 但是我觉得像我们现在这样一种玩意 用力 就是说掌握地比较好 还是比较安全 另外我觉得它有最大的利用点便宜 它的药价比较低 再一个要的是抗胆典 抗胆典的药 现在有这个叫cedotropium 还现在有的叫做cedotropium 它的有更新的质迹 主要用的是吸入之间 这个药用在哮喘比较少 为什麽 它起效慢 作用比较弱 它主要是用在慢的背景 主要是用在慢的背景 哮喘 特别是老年哮喘人 可能也可以试试这个 这一个是一口服药 白三系结状系 商品名叫树乃林 这个叫什么名字 叫树乃林 有口识 我们讲的多种严重因子和生物活性物质 参与效断的发病之后 其中包括花生四系酸的代谢场 花生四系酸的代谢场 参与效断发病 所以白三系是花生四系酸的代谢场 所以这个药有一部分病人有效 这个药是抗野病症 是要长期不用采取的效果 控制及时的症状也是没有效果 剩下的这些药现在都用了 书上写了 实际上已经不用了 所以是酵痰常用的药 关于酵症的治疗 第一个关键的环境 还是要避免环境移动 也就是刚才手机要找到 那个一般文化 他如果是吃鱼就发作 吃虾就发作 他如果是用的叫什么makeup就发作 特别是现在啊 你像有些人搬家 从旧家搬到新家 新家机构装修 旧家住得非常好 新家一搬进去就发效了 那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新家装修过程中间的一切气体 对它是因此 那你的处理方法是什么呢 你就知道他 那你那个新家你不能去 绝对是住的 去的就说 去的就说 所以这个地面环境移动 如果能够成功 我们大家都知道 中国以前有一个兵书叫孙子冰 孙子冰有一个三十六期 三十六期最主要是哪一条呢 就打迷就走 打迷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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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 所以有些有一种处理式的四经 就忍不起 咱们走不起 对吧 其实对哮喘也不清楚 哮喘 因为他的病因不清楚 他的病因不清楚 到现在还没有一个针对病因在进行治疗 所以哮喘是不能被治愈的 这个大家知道 哮喘不能被质疑 以前我们对这个观念也有疑问 我说那个小孩罚哮喘 他到了十四五岁 他就好了 然后那些学者就告诉我 你不要慌 他十四岁就好了 他到老了 他就好了 他中间见了四五十年 他太疯了 为什么 因为哮喘并不清楚 所以你不能针对病因治疗 所以他一句话讲 哮喘是不能根治的技能 不能根治 那么对于不能根治的疾病呢 只能控制 控制的第一条 就是大家要寻找患患因素 以免患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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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是近些年刚刚刚刚刚才讲的 在我们刚刚当学生当师生的时候 哮喘的治疗是不存在这个长期要不存在的 当时你认识哮喘是一种 发病机制是异性变态反应 它的特点是速发形体 是只有功能紊断 没有组织结构的反应 完了它发作的间歇是好的 发作的时候就出了功能紊断 所以它的治疗是什么呢 是建立治疗 是对症治疗 所以当时我们对哮喘取一个核心 孝哮喘是对症治疗 发作就治 不发作就不治 不发作几乎症状有体征 你治疗症治疗 但是这些年你认识也可以提到 但当时那种治疗确实有问题 所以孝哮喘发作得很频繁 你刚刚给它治好了一句心 就又发了又发了又发了 后来慢慢气躁重建了 以后病进入不可逆的结疗 那个时候孝哮的病死了 但是这些年由于鼓吹了 这个长期药物治疗方案 确实对哮喘控制起来 那么现在就认为 这个哮喘发作的时候 它有症状 不发作的期间 它没有症状没有体征 它还有什么呢 它还有持续存在的气氧面积 所以现在的治疗强调 不管是发作不发作 都必须持续使用 抗气道炎症的药物 同时在发作的时候 在对阵地使用 治疗抗伤器 这是现在治疗效果的 体验上 就跟我们这个世界根本一样 我们那时候就是发作 就用治疗抗伤器 现在是发作用治疗抗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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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治疗抗伤器 但是无论是发作机和间接器 都要使用 控制气道炎症 也就是我们所谓 长期药物治疗 它的目的 是控制慢性气道炎症 就是预防抗伤器 现在认为一般多数的患者需要用 如果刚才说 有四级医疗抗伤器 二三四都需要用 就是从那个 它第一题叫 英特尼腾的间接发作不用 那就是跟我们原来 英特尼腾的治疗抗伤器 原来有关键一样 发作用的药发作不用 但是发作最轻易 第一个星期还会发一次 除那个地方 如果每周都有症状 或者是每天都有症状 或者是不停地有症状 它一定要有一个长期 二三四级 那么目的就是 控制慢性气道 所以希望大家来把这个理念 我多讲解 把这个理念讲 校团现在治疗一个核心的变化 就是在这里 大家以后会不会有病人 要跟他说清楚 好多病人搞不清楚 他把控制症状药一用 他说好了 我没得症状 那在症状进去就不用药 不用药它就不长地方 罚了后来病情就进入肯定 这个是说清楚 首先你们自己要表情 那么这个长期药实要方法呢 是用于基底质 用于基底质 具体的大家说上的表 有个表 大家看看 好 那 step 1 这些是不需要长期药 那么 mild persistence 首显 它就把首显要挤 四显要挤 好吧 mild persistence 按照当时分辞 周历的症状 如果是mild persistence 如果是mild persistence 它的首显要是什么 是 奚弱急速 加上 常效的备胎数 这是刚才给大家讲的 备胎设计信用器 主要的是一个支机管扩张器 但是 常效的备胎设计信用器 和急速合到一起 做成一个合计以后 它可以有增强急速的充足 有这么一个效率 那么这个药 我觉得 它商品的原因 现在我们的东西都有两种 一种叫书丽叠 一种叫信笔可 我把它都写上的 我不是卖药的 但是我写了两种 我觉得 一个叫书丽叠 叠是好像这样写的 英文好像是叫 self-type 好像是这样的 还有一种叫信笔可 这两个都是吸入急速加长效 为它受的一文件 应该说 自从这两个药出来以后 我们哮喘的控制 水平大大就进了 真正按照的用下来 哮喘老法老法就少多了 四级的 能够抵较口服力 吸入急速的口服力 这就是不停地发生 这是四级的 四级的 叫口服急速 要吃的急速 除了吸入之外 也要口服 口服急速非常有效 但是部阻量非常明显 实际上没办法 发现还是有吸入急速 吸入急速 吸入以后 每三个月停地一次疗效 症状控制不好 就从二级变成三级 三级变成四级 三个月震得滑了 就这样 这个就是长期用药专案制定的 分析治疗和阶析治疗 目的是有效率控制气道严阵 同时又尽量少用药 这是现在校长的以前认识 那么当一次发作期间 你对症治疗 还是跟原来一样 他哄哄哄哄 哄起来 也就变发的时候 用什么呢 用转效率 或者用着查检 或者用着其他 书章是基本的药 都可以 那么这个是 刚才说的 那么现在的心理分类 法律就不分一二三四级 分为控制 部分控制 未控制 我们就表示刚才样的 他对治疗的指导 是这样说的 如果是未控制力 也就升级治疗 他也是有三个的评价 如果是未控制力 也就升级治疗 叫step up 如果是部分控制力 你可以考虑升级治疗 也可以考虑不升级治疗 如果说是不治疗 而且维持了三个月 你可以考虑 step up 降级治疗 这是现在最新的 应该是这个图 配这个方 但是跟那个实际上的一样 我不知道大家可以考虑 其实也蛮好记 我记得 我现在隐瞒的地方 就症状多点 一个的升级 症状少了 就维持 没有症状三个月以后 就降级 不还简单写 总的就是降级治疗 好吧 关键上要改变 校长绝对不是对症治疗 一定是对症治疗 假长期治疗 长期治疗 是升级 还是维持 还是降级 看它症状有多少 那么大家如果记这个标 有一项的 有三项的 这是校长治疗的 关键的 是这个 那么剩下来就是 急性发作的治疗 急性发作的治疗 就是这个症状 主要是 在急速的基础上 加上一些 穷重的一些 实际的疲伤器 还有分轻度的 大家说上 中度的 重度的 重度的 治疗上 还要注意 纠正水电解症 纹乱 纠正酸中毒 给氧 机械风气 有些时候用抗氛素 还要处理 这些大家都知道 好看有一本书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你骗到书用你乱乱 但是我们大家知道 重度 叫什么 急性发作的时候 急速 一般是用静重的 是这样的扩张器 然后加上什么 对阵质 精神水电作法 精神酸作法 给点氧气 另外我顺便多说几句 就是机械天气 以前校长每年 在我们这里 都要死这个校长 最近年多才能死 真正校长来的最厉害的时候 这几款精神 用了很多的急速 用了很多的其他药 都缓解不了的时候 你就给它上呼吸机 齐管一插管 呼吸机一连 把它大量的震进去打 它就睡了 睡两三年后 你慢慢把震进去撤了 它就进去睡了 结果这个段 也就有了效 所以现在我们病患 基本上校长每年都怎么死了 一个是刚才说的长肌 这个规定治疗以后 很重的重力少了 一个是偶尔工作 个别重力 有了机械通缉 也就可以了 因此我自己感觉 这些年来校长的 就有大大的真实 大大的真实 这个中间呢 主要是跟对他的病理森理的认识 变化 然后针对这个病理森理的 治疗的药体 然后整个治疗方案改变 所以现在校长病死了 大大的效果 但是非常可惜的就是什么呢 校长到现在还是不能跟着 不能跟着 也就是说什么东西引起来 启动的这个曼玺人 现在还是不知道 所以将来的话 找到八年之后的同学 以后你们可以做点课 来找找 将来你们或者就能找到一个环节 这个环节一切断 校长就再不发生 那又是一个法理记者 好吧 那么大家今天上课完了 回去以后 把书的法理看一下 这个章节都被认对的 书太多了 我就喝不到什么 另外 请大家把药理学的相关证据看一下 药理学上有关的 品尝药和奇数这两个 好吧 今天课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这次我说�来人 这次我听一下 不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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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敬意